今日的ET各股推介 就是招商局港口144 选择原因是市场避险情绪持续 中概股退市忧虑 引发新经济股急跌等等 市场充斥不确定因素之下 预料大市会持续在这个足底阶段 股份方面 可以考虑受惠加价的码头港口股 例如是招商局港口 内地宁波周山港 上星期宣布对装卸费上调10% 内地港口展开上调收费周期 主要从事港口等业务的招商局 具有良好的加价条件 不有利公司的盈利表现 招商局昨天是逆市升1.3% 收报14.42 策略上有货的人可以继续持有 如果没有货的人可以在14元以下买入 上网17元跌穿13元便建议止舍